大家好,我們現在要來看第一題 這個題目說在作標平面上 p連是y等於x比8加x減2乏形上的一點 p的x作標是log以2分之1為3的對數 問你p的位置是在第幾項線 這題目怎麼做呢?很簡單 因為你可以知道p的x作標 這個我們可以判斷它的正負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把它帶進去 就可以知道y的正負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知道 在第幾項線 好,那我們這個題目呢 log以2分之1為底 2分之1為底我們知道說 它可以寫成2的-1次8 那我們的-1可以提到前面去當分母 那-1分之1也是負的 所以這個就變成負的log以2為底3的對數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變成這樣 log以2為底3的對數 那2為底3的對數的話 它當然大於這個 這個部分當然大於 log以2為底2的對數 那這個是1嘛 20次8等於1 所以這個前面有負的 那負的加上去的話本來大於 那你乘一個負號就會變成小 就變成小 所以這 其實這個會小於負1的 這個只是小於負1 那不只小於0 那小於負1 好 那 這個是 那P的外戳標就是把你的x帶進去嘛 這個地方就通通帶這個 那這個我們當然可以變成它 本來是帶這個 那我們現在就變成它 變成它以後就負的平方是正的 那這裡就有一個減 都會有一個意思 這個跑掉 好 沒關係 你知道就好 所以這個變成好像是x平方-x再-2 那當然我們可以配發 可以把它實質交成 也可以做配方法 那我們用實質交成就好了 實質交成因為它可以算就可以了 那 這是 你想買 這個不是就是x加2乘上x-1嗎 所以這邊就是變成x加2 就是說如果是x加2的話 就是 就是負的這個加2 然後 負的這個 因為x是負的嘛 負的這個- 好 那你現在通通把它比出符號 那這個 提出符號以後 會多一個符號在這邊 在這邊 那這個提出符號以後 它就 負又有個正 所以它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它就會變成 這個是加的 這個是減的 這個是減的 這個把它 去掉 或者你說這裡 從這裡 這邊去分解 可以 這個是減的 那它分解出來就這樣 好 那我們剛才講過這個 這個是正的 這個是正的 那大一 正的 這個會大一 如果加一個符號 就會小的符號 這是正的 再加一當然是正的 當然是正的 當然是正的 這是正的 整個 這個是正的 是正的 那這個呢 那它比2還講要小 因為它小於多個 以2為比4的對數 這是3 這是4 4比較大 那分比2為5 4的對數是2的平方比4 所以這個等於2 那所以這個小於2 那小於2 那小於2-2當然會小於0 我會小於 所以這個地方是負的 那正負得負 那就會小於0 就會小於0 好 那我們就知道說 Y也小於0 那X要小於0 那Y小於0 當然是第三向線 好 就這麼簡單 看看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的話 我們看第二題 好 第二題它告訴我們說 這個 這個 LOG2大概是0.3 0 LOG以A為0 500的對數 大概是0.3 那麼 我們假設 P呢是 LOG以A為0 5000的對數 那P 的值 應該接近多少 那這要怎麼算 好 那你要先看看 這個 跟我們給的這個 其實是以10為0 那這兩個 在做的時候 我們步伐 就把它 怎麼樣 可以換底 換成以10為0 好 那這個 把它寫成等式的話 這個地方呢 就是LOG以10為0 A的對數 分之 LOG以10為0 500的對數 所以這個式子就換成 就換成這樣 分成這樣 分成這樣 那這個沒有寫是以10為0 沒有寫以10為0 好 這個就是0.3 那我們這個把它叫第1式 把它叫第1式 那我們要求的這個P呢 它是等於這樣 那我們也把它寫成 換底 你把它換底 好 那這個是等於P P是什麼呢 就是LOG以10為0A的對數 LOG以10為05000的對數 好 這兩個 現在你發現 我可以 我要求P嘛 就把 兩個相除 這個部分A就會被我約掉了 好 是不是 好 所以我用簡單啦 就把它相除就好 好 那相除以後 這兩個就約掉了 怎麼見 對不對 那 P 其實 這個P 我們讓它再做直直比較 所以 就是P以上 0.3 就會等於 這邊就是等於 好 LOG五千分之LOG五百 這個 這個五千是再分子 LOG五千除了 六百五百 除以都等於 一 一 二 一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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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这边一下 这边的线子怎么那么长 然后 有点没有办法 没关系 我们就先这样 把这边的感觉出来 那我们把它处理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那其实 这个p除以0.3 这个都5000除以2 那这个我们5000的话 可以写成什么 10000除以2 这个是等于 10000除以2 那那个10000的话就等于4 那除的话就是减 减那个2 那这边是1000除以2 所以是LOG1000-LOG2 那这个是等于4 那这个是等于3 所以是4-LOG2 LOG2是0.3010 所以减掉大概是3.699 那这个减掉的话是2.699 所以它大概是这样 那不要忘记这个是 所以p是出为0.3010 所以p为0.3010 就乘以这一个 所以用0.3010 那乘出来大概是0.4010 所以我们应该比较靠近的 就是0.4010 所以这个答案选4 这个答案选4 好 再看看有没有定义 是3 3 4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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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